这架载客飞绿岛德安机师招开除 久后不开车,久后更不该开飞机 前天上午一架台东飞绿岛的德安班机 临信机师上飞机前 接手台东航空站航务组九测 第一次九测值0.29毫克没过关 八分钟之后重测0.23一样没过 又过了十五分钟测第三次0.19 总算低于标准值0.20 航务组放飞,机师在十五名旅客飞绿岛 航管人员依规定通报 德安航空昨天再调查 发现机师说因为生病 喝了感冒糖浆只是拖池 他确实在执行前有喝酒 已将它开除 民航局表示 让九测勉强过关的机师开飞机 事情很大调 除处分机师六千到三十万元或吊罩外 已检讨台东航空站 航务组九测作业程序 将有个规定机师第一次酒色位过 就不能放飞 搭机民众表示 九大开飞机正是吓死人 已有人为把关不言负责 动新闻台北报导